老师留下的灵魂印记 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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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 弟子无能 让老师受苦了 小家伙 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如此年纪便进阶斗宗 为师以你为傲 再说了 就凭魂殿的砸碎 你能把老师怎么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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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顾忌我 音波斗气 能否成功 不试试怎么会知道 这般蛮床肯定是不行的 得动动脑子了 下一位 我来 有戏 我怎么没想到 这 这 看看看 凤卿儿要上了 是啊 他还记性了 是吧 风雷阁凤卿儿见过金氏前辈 此行离开前 家事让我带他老人家 向您问声好 多谢雷尊者牵挂 日后有机会 定去风雷阁一叙 开始吧 好快的速度 不过带着燕燃 我的速度都不法施成 凤卿儿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修炼到最高级前了 不过带着燕燃 凤卿儿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凤卿儿恐怕已经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不过带着燕燃 万剑阁弟子唐鹰 拜见金氏老前辈 来吧 四方阁果然鸣无寻传 培养出来的弟子个个都实力不俗 难怪能在中州拥有着兵凡的地位 创官成功 下一位 我们也上去吧 嗯 黄泉阁王臣 见过金氏老前辈 开始吧 暗属性窦情果然惯异 黄泉阁不愧是四方阁之一 这王臣的实力 恐怕比寻常斗黄巅峰 还有强盛不少 创官成功 下一位 星云阁穆青鸾 见过金氏前辈 青鸾小姐 如今已是年轻一辈中的翘楚 你的家族让你拜封尊者为师 是个正确的决定 封尊者 他竟然是封尊者的弟子 没想到东转一圈 得来全部费功夫 封尊者 太弱了 是啊 倒是忘了 这银波攻击对青鸾族而言 并没有多大的效果 下一位 时间快到了 这硝烟真沉得住气 只怕不是沉得住气 是没有这个能耐闯关吧 没时间啊 我也不行 他有上手啊 晚辈硝烟 拉兰燕然 见过金石前辈 对对对 他就是那个被封了一个通缉的人 没想到 连废天都没能成功勤住的硝烟 竟然也来了 没想到 此事竟也传到了前辈这里 你确定要带一个人 要不 你一个人上去吧 带上我会拖累你的 金石前辈 我们可以开始了 嗯 你跟在我身后 可以减少部分音波的攻击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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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的你 我已经忘成默契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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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呈能之辈 只会害人害己 别太早下定轮 硝烟实力不弱 只怕 还未展现真正的本事 哼 你也太看得起这小子了 依我看 他早就山穷水尽了 哼 他就是硝烟 真人年龄虽然不大 但他能从废天手中逃生 肯定是有些真本事的 三千雷洞 哼 果然如传言所说 硝烟 不知从何处修炼了风雷阁的三千雷洞 哼 肖小之徒而已 哼 啊 我倒是要看看 他如何带着人冲出蜀巢阴波阵 你一个人闯着半 我不想拖累你 你再坚持一下 我说过 会带你冲困 好 我会带你 好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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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吧 去吧 石虎 碎金银 老将 这 怎么可能 这小子居然还有这一手 对他这么一岗 这音波这个威力可要被削弱不少 倒是便宜了后来的人 闯关成功 下一位 你没事吧 嗯 谢了 恭喜 多谢 小妍 你的三千雷洞修炼到什么境界了 看刚才这速度 恐怕与风雷阁某些佼小者相比 也不遑多让 慕青鸾 成口舌之快可不算本事 等三个月之后的四方阁大会 让我来试试 你这些年是否有所精进 我也期待着呢 也不知道 这次你还有没有上次那么好运 是不是运气 你自己信了清楚 看来四方阁 也并非想象中那般和谐 慕小姐 能否借一步说话 嗯 我马上回来 嗯 说吧 你有何事 请问封尊者 可是慕小姐的老师 这事不少人都知道 你要问的不会就是这个吧 那慕小姐可知道 尊师封前辈在何处 你究竟是谁 为何要找老师 故人之徒 奉师命前来寻找封前辈 至于是哪一位故人 现在不太方便说 老师喜欢云游 平日很难寻见人影 不过 你若真想找老师 便在三个月之后去风雷东阁吧 风雷东阁 害怕啦 我可不是在逗你玩 三个月后便是四方阁大会 这次的举办地点在风雷东阁 我们星雲阁自然要到场 到时老师也会去 三个月后吗 多谢慕小姐告知此事 你不会真打算去吧 到时候风雷阁阁处可会到场哦 你要自学子路不成 放心吧 我有分寸 是你执意要去的 可怪不了我 不过 你若真是老师故人的弟子 或许到时他会帮你说情的 嗯 没其他事我就先过去了 好 终于有风雷者的线索了 小妍 辛苦前辈 创关已经结束 你跟我来一下 来 来 来 金石前辈 小家伙 你可知道叫你来的原因 若是没猜错的话 想必是为了金石前辈 体内的伤势吧 看吧 我就说这小子 绝不是寻常的炎药师 你能看到我体内的伤势 可有办法医治 是 怎么样 啊 火毒入体 而且是深入骨髓 如此严重的火毒 在下还是第一次遇见 想要驱除 极难 哎 当然 也不是说完全没办法驱除 真的 你真能帮我驱除天山火毒 方法十分凶险 并且以我目前的实力 笑颜先生 如果我让你顺利进入斗宗 你能否彻底驱除我体内的火毒 好 其实 天山血潭助人突破之效 只对在斗皇巅峰待了一段时间的人有作用 硝烟先生刚进入九星斗皇 想要借此突破到斗宗 难度不小 那金石前辈所授之法是 天木山顶的火山口 是整座山脉能量最为浓郁的地方 那其中能量最为精纯的 便是这血潭之底 我至今蜀足耗费无数心血 才将此地开辟而出 也正因为此地 老夫方能在极短的时间内修炼到了七行斗宗 可惜 血潭之底精纯的能量 重施这火毒 否则我族的实力 此乃我族秘定 你若能在此处修炼 必能突破之斗宗 前辈体内的火毒 便是来自那血潭之底吧 以前辈的实力都无法抵挡那火毒的侵蚀 我一个九星斗皇 岂非更加凶险 你身怀一火刺等天地至宝 这火毒奈何不了你 那 这是开启血潭底部空间结界的信物 这笔交易你看如何 好 等小子从血潭之底出来 进入斗宗级别后 定帮前辈驱出体内火毒 嗯 你 好 好 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